为了减轻家长育儿负担 苗栗县政府结合教育处与社会处资源 在中南镇竹心国小设置公社民营托婴中心 欢喜街牌启用 成为全县首间设置在国小内的婴幼儿托育场域 预计年底对外招生 另外学校内的双色跑道也整修完成同步启用 完善校内运动空间 3 2 1 开始 苗栗县首座设置在校园的拖婴中心 欢喜街牌启用 善用闲置教室也象征教育与社福资源加成 中南镇竹心国小结合可爱童趣造型与温和色彩 营造舒适多元的发展环境 也导入了智慧云端监控系统 让家长安心托婴 竹心可以说是我们苗栗县的首创 从拖婴中心到非营利幼儿园 甚至于公办民营 然后到12年课纲的正式的国中小的教学 然后到这个社区的这个多工能多元化的一个学习 让直接这个老人家退而不休终身学习 竹心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委托台湾爱家社福协会经营 可收拖40名两个月以上至未满两岁的营幼儿 预计年底正式招生提供评价友善的教保服务 现在收费是11400块 那还不包含政府的补助 政府补助第一胎是5500块 第二胎是6500块 第三胎是7500块 从明年1月开始不排付了 我们有所谓的优先保障名额 是我们的中低收入户 那关于中低收入户的部分呢 我们是不会收所谓的餐点费的 因为我们认为让每位孩子能够吃饱 是我们大人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而校方也在县政府中央经费溢足之下 将破损不平整的老旧操场太久唤新 原有的跑道其实就是大概已经30年了 那创销到现在 那我们发现它已经有树根隆起的状态 跟那个皮肤已经开始打滑 所以我们在跟教育处来申请相关的经费 获得中央的补助跟县府的补助 那这一次我们就做一个这样子的双色跑道 其实呈现的就是一个浪漫多元的一个学习气氛 其实让不管是社区或者是我们的孩子 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跑道的一个空间使用 那这一次我们比较特别是用的就是合成橡胶 它是有别于PU 那它就可以做出比较多种的颜色 那使用起来学生也会更加安全 天青兰薰衣草籽相间的缤纷跑道正式亮相 提供学生社区优质的运动场所 也既有公共托育的设置 树立跨龄共享的学校新典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